当PS5手柄过保之后 如果坏了 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花500左右 再买一个全新的原装的PS5手柄 又能享受一年质保 这个方案适合花钱买省心的玩家 第二个方案 可以自己买工具 自己动手修一下 可以解决或者缓解一些问题 这个适合动手能力强的玩家 第三个方案 就是找第三方维修一下 更换更好的配件 我这个手柄就是更换了摇杆和按键 现在回来了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说时间 4月10号发走 4月28号收到 一共18天 更换的内容是 两个摇杆换成了霍尔摇杆 还有前面这个八个按键 这是换下来的原装配件 两个摇杆 还有这八个按键的导电胶垫 下面说一下费用 这两个霍尔摇杆350块钱 这八个按键 我换成微动的镀银微动 花了200块钱 来回的快递费是35块钱 合计585块钱 另外它价还有更贵更好的配件 还能改背部按键 以及换电池 大容量的电池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保守的方案 质保是三个月 我真心感觉不便宜 这个价格可以买个全新的手柄了 根据我得到的反馈 一般PS5机器自带的白手柄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一般单独购买的盒装的手柄质量会好一些 像这种手柄改装 磨改的目的不是维修或者平替 而是更换更好的配件 得到更好的体验 有点像汽车改装 下面说说新手柄的使用感受 以及和原装手柄的区别 首先就是这个按键 键程变短了 另外这个声音也变了 原装按键的声音 很小 发闷 这个微动按键 声音清脆 第二 这个摇杆帽 摇杆柱变高了 要高了一点点 另外这个摇杆帽也换了 这个摇杆帽的橡胶材质 我觉得不如原装手柄软 但是它这个摇杆帽 摇杆头能拔下来 然后可以换别的 可以替代的摇杆帽 修改之后 别的功能都是正常的 只是这个按键感觉 以及摇杆的感觉 发生了变化 其他功能都是一样 重量也是差不多的 我没有改电池 也没有改备件 在买回来以后 一定要确认一下 这个手柄的序列号 送去之前拍个照片 更换的摇杆头 还有我之前贴的胶带 现在换成霍尔摇杆了 就不需要贴胶带了 我测了麻布仔 大冒险 这种平台跳跃游戏 我感觉反馈 比以前要利索 主要是不用再担心 它会变坏 我换的是镀银的微动 这个声音呢 比较接近 原装手柄的声音 手感和声音都比较接近 他们家还可以换欧姆龙的微动 价格要贵一些 估计有点像鼠标的声音 我这只机械师G6的手柄 它这个按键也是微动的 是凯华微动 你听是不是像鼠标 这个镀银微动 和原装手柄的微动的声音 手感还是比较接近的 我还测试了CUD19 霍尔摇杆的瞄准 感觉很利索 其实我平时玩FPS游戏不多 这个仅供参考 我更看重摇杆的使用说明 如果你打FPS游戏比较多 可以提前跟卖家说 它有专门FPS竞技的方案 这个精准度会更高 手感也完全不一样 右手加了回中结构 摇杆曲线是调教过的 打游戏操控非常稳定 如果不标注竞技FPS 都是按照普通娱乐方案走的 我这个就是普通娱乐方案 这只白色的PS5手柄 是PS5随机戴的 去年一年免费换了两次全新的 都是因为这个按键回弹不好 一年质保时间过了之后 这个按键又粘制了 回弹不好了 但是这个摇杆一直没问题 其实我平时玩游戏的时间不多 按键的力量 我自认为也不大 我在买PS5手柄之前 我就知道 PS5手柄比较容易坏 比较金贵 所以一直很小心 我判断就是PS5随机赠送的 这只白手柄 它这个按键导电硅胶垫 质量不好造成的 很多人说PS5手柄摇杆容易飘移 我这次一起换了 我上网学习了一下 这摇杆它为什么飘移 PS5圆上手柄的摇杆 用的是阿尔贝斯摇杆 通过拆解下来的摇杆就能看到 它这个位置有一个字 ARPS 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 Switch的摇杆也是阿尔贝斯摇杆 好像X-BOSS的也是 全都用的是日本的阿尔贝斯碳摇杆 主要是成本低 那为什么会飘移呢 我们在摇摇杆的时候 这个金属触点 会在这个碳膜表面刮起碳粉 这个碳粉附着在这个金属触点上 就会导致摇杆飘移 它们实验室数据说是200万圈 如果每天玩五六个小时 这个用法两个月就可以换手柄了 另外加上手汗灰尘受潮 也会缩短摇杆的使用寿命 飘移是早晚的事 我找第三方修改的这只手柄 等我在长时间体验一下 再和大家分享 各位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或私信